直播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上这个 就是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是这个局部集职与优化技术 就是在前一节课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了解到说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逻辑思维规跟线性回归 它其实问题就在于它只能做线性预测 不能做非线意预测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解决 逻辑思维规不能做 非线意预测的困难呢 我们就是做我们特征工程嘛 对不对 那可是特征工程这件事情 通常需要我们的观察 才有办法做出好的特征工程 所以后来人就是决定说 那我能不能让这个 Agony人自动做特征工程呢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多层感知机这样子 那它的求解方法是用这个 反向传播法 好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以前在求解逻辑思维规的时候 我们在求解极值的过程 看起来就是蛮顺利的嘛 反正一直走 走到最后就会走到最低点 可是在做这个 多层感知机的时候 它的这个 它走到最低点的过程 其实就不会有我们想象中美好 因为这个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就是你要在台湾 你要在台湾这个上面去爬山 那如果把你丢到加一市 你就会爬到阿里山 把你丢到南投线 你就可能会爬到玉山 那把你丢到台北市 你可能就爬到七星山 你就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 这样 所以说这个函数它其实是嗷嗷嗷嗷的啦 那嗷嗷嗷就你要求到它全部的极值 其实就很困难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叫局部极值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函数啦 这个函数是 y等于2x平方加上3x三方加4x四方 那这个函数长得这负责性 这函数应该 你看一眼你就知道它有两个极值了吧 它有两个极值嘛 那所以说 画面没有切到吗 你看一眼就知道它有两个极值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再用 就是T度下降法来试着做一次 这个函数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要复制这一段 没有切到 那现在呢 我有啊 我有看到啊 那你过来我这里 你到我旁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直接使用这一个 就是 直接使用这一串程式码效果好了 这个就是T度下降法的标准标准流程嘛 先把导函数放上来 这个导函数没有问题啊 这导函数就是2x的平方导函数就是4x 然后加上9x平方加上4x三方 好这个这个就是它求导完之后就是展开负责性嘛 那所以这就是它导函数的导函数的这个 function 输入X我就知道它的切线协议率多少 然后StarValue随便设一个0.5 然后代数假设30代好了 然后Rain Rate也随便设一个值 那下面的过程就是标准的T度下降法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 做了之后你会发现 它觉得局部全集值在0.002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起始点换了一下 起始点换了一下 据来说我们换成这个2好了 换成2再做一次 换成2再做一次它就变成-1.6啦 好那我们再换一下好了 我们再换成这个 呃 换成 呃 0.9好了 刚刚0.5不行吗 0.9看一下 0.9还是到这里 那我们再换成这个 0.15 好换成-2好了 好换成-2好了 好那我们继续 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把起始值设在0.5的话 会找到右边的极止点 右边的极止点就这里 因为你都可以想象嘛 就这样掉下来的话 最后就会掉到 掉到这个0的这个位置嘛 那如果你从这里丢的话 它大概就会掉到这个位置嘛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这种 这种函数叫凹凸函数啊 这种凹凸函数 它是没有办法 就是它在用梯度下降法 求解的时候 就会遇到我刚刚讲的问题 那问题是这个极止点 我并不想要啊 它不够好 对不对 真正好的地方在这里啊 所以我就必须要想个方法 去跳过这个极止点 然后让它看到这个以后 它一样也知道说 呃 其实我不应该停在这里 我要继续往下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所以说 呃 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些方法 那想的方法 也很容易你就想到了 就是 就是 就是真实世界我们在丢 假设你丢一颗球 往下丢的时候 那 你应该会感觉到 它应该会 应该会有惯性动量 也就是 呃 到了最低点之后 因为它还有一些动能 所以它要往前继续 继续跑 跑一阵子之后 呃 看它会不会被那个 凹上来的地方抵消 如果没有抵消 它就会掉下去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 如果我们在真实世界中 我们会有一个惯性电流 会去影响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在 T度下降法 这个公式里面 加上惯性动量呢 那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也就是 这个是我们前面 T度下降法的这个 POD 这是我们前面 T度下降法的POD 那 接着啊 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的惯性量有多少 那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上一步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上一步的值 我们上一步的值跟上上一步的值 这两个值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方向 对不对 我们刚刚的方向 我们把它乘上一个数字 这个值就是惯性动量的 这个保留系数 那加上这个东西的以后 以后我们的移动 就除了会 由这个当前的 这个切线斜律决定 当前的切线斜律在这里 以外 我们还会同时受到这个 我们跟上一步 给我们保留的 这个惯性动量来决定 这样子 所以这个式子 应该看得懂吧 可以接受 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直接套到 刚刚的程式码里面 好那刚刚的程式码里面呢 就所有东西都不改 那我也差别在这里 下面这个部分 本来这个第一代是 StarValue嘛 然后I代就是 I-1代 减掉Lane Rate 乘以这个切线斜律 那现在变成 第一代还是StarValue 如果I等于2的话 就第二代等于第一代 减掉Lane Rate 乘以这个 就是切线斜律 这样子 接着如果在第三代以后呢 那它就变成 这个当前的值 减掉 切线斜律 再加上 一个惯性值 乘上 第二代减掉 第一代 这样你就知道 第一代到第二代 它是往哪方向前进了 多少 这样 好那我们 那我们把这个 就是把惯性动量 那个Value把它拉出来 惯性动量Value在这里 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再做一次 你会发现它负1.5 我们把它改成刚刚不行的是0.5那个点 对不对 好你看它还是下去了 它跑到负1.多 那我们多几代好了 300代 好你看它负1.64 那这里改成5好了 这里改成5 5不行 好那就 那3好了 3看看 3还是不行 不行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哦它的惯性值太大了 它的惯性值太强了 这样子 好那所以 就是这个就是 Rending Rate调小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0.005 这样3 3应该也可以 最后也可以收敛 这样收敛到了 就Rending Rate调太大了 太大 就Rending Rate太大了 它会移动的步伐太大了 好 所以说 大概 如果我们要从图像画来看的话 就是像下面这个样子 也就是本来我有个点对 在有惯性动量的时候 它跑的时候 就会很顺的这样跳过 但如果你没有惯性动量的话 它的 这个步伐轨迹就会到这里 然后就停住了 所以右边这个就是 没有惯性动量的状况 它其实跟现实世界 长得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更符合现实世界的 这个方法 它其实 这个是T度下降法的改良版 就是带了一个惯性动量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 我们求函数的值值 那惯性动量的好处 当然不止有这些啦 那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 不是有示范说 学习率太大是不行的 那其实如果你有了惯性动量以后 这个 学习率不行 就是 学习率太高 很有可能也可以被解决 举例来说 像之前我们在求 y.x平方的 极值的时候 学习率定成1.02 真是没有办法收敛的 好那我们再示范一次好了 好我们这 惯性动量我们把它改来0 这个就是惯性动量的势值嘛 它改来0的话 后面这项可能没有嘛 这样可以 好 所以如果我们定1.02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没办法收敛的 你看最后它变成了 负1.59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嘛 极值在0嘛 x平方的极值在0 但是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断性动量0.9 你会发现它就跑去0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用图像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是这样 如果有惯性动量的话 它虽然它第一步还是往上走 可是因为它每一步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相反就会抵消 抵消到最后它还是会 还是会修正到这个 就是极值的点 所以如果没有惯性动量的话 因为 虽然是相反 但是它就不会互相抵消 它就一直往上走 然后最后就走上去了 所以说惯性动量 这东西真的是非常神奇 就是只是在我们的T度下降法里面 加一项这个惯性动量 那我们的优化效率 还有优化就是这个可能性 就加强了很多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练11 第一就是要做一件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现在要 我们把逻辑思维归 做了一个一定程度的改型 就我们把逻辑思维归 左边是一样的 就logp除以1-p 然后它等于 β0加上β1x1 加上β2x2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就是 它改成 这边有个sine函数 sine函数 然后括号 β1x1x2x2 加上β2x2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 因为有sine函数 sine函数是一个循环函数 就是 它是一个 就是到了一定的值 它回到这个 周而复死的循环的函数 所以它的这个函数的这个图形 一定长得非常的奇怪 那如果你把它 你把这个β1带0.7 β2也带0.7的话 你把它画到图上的话 就是 这些红色的地方 就是 大于0.5的地方 然后这个蓝色的地方 就是小于0.5的地方 所以这个图的确长得非常奇怪 那你要优化这样的函数 确实就是不好 所以我们试着 透过下面的方法解出 β1跟β2的数值 那首先我们就先产生模拟数据 模拟数据就先产生 x1跟x2两串随机数 随机数产生完之后呢 就用刚刚我们设定的0.7 0.7 然后把它经过sine函数进来之后 再加一点 就是 随机的误差 然后变成这个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LR 然后把它产生Y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之后 我们就有x1 x2 然后还有Y 好这样 这个跟我们之前 桑杰克在求这个 逻辑周围柜的时候非常像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 我们要求这个β1跟β数的系数 那我们就是要用 要解那个微分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下面就在解微分 那这个 解微分的过程 比较就是 呃 比较困难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 我们一样也是用 Cross Entropy 当这个损失函数 然后就求解微分 那微分完的结果是 β1的偏倒函数 长成 β1的偏倒函数 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 β1的偏倒函数 等于 p-y 乘上 cos 然后这个β1 x1 x2 加上β2 x2 然后再乘以x1 x2 所以这是 β1的偏倒函数 β2的偏倒函数 长成这个 这负责性 好那所以 我们偏倒函数 写出来之后 那程式就很容易写出来 这个就是 用程式写出来的偏倒函数 的样子 好有了这样子之后 那下一步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 我们 同时要做一个实验 就是 如果我们在做t2下降法的时候 有惯性动量 跟没有惯性动量 它能优化出来的结果 那答案是什么 答案β1就是0.7 β2也是0.7 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 就是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好了 这个我们 这个是一个整合的函数 我们试着把它拆解 好 拆解的过程就是 我们先给它一个 就是 START BETA 1 START BETA 1 我们随机给它从0开始好了 START BETA 2 我们也从0开始 好 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们的 NUMBER OF ITERATION 我们设个 1000好了 1000代应该够了 好 那我们的 这个就是 标准的这个 起始 有了起始值 然后我们要根据它去移动 对不对 移动的过程 也就是在这里 好我们再给一个 惯性动量好了 惯性动量其实 值我们设0好不好 设0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来 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 i从1到NUMBER OF ITERATION 然后 如果 i大于2的话 这个BETA 1 那个Gradient的BETA 1 这个就是它的切线斜率 它的切线斜率 就等于 把这个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的结果 那接着这个BETA 2的切线斜率 就是把这个BETA 2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它带进去的结果 那如果 i等于2的时候 惯性动量是0 那如果 i大于2的时候 i大于2的时候 它 就是 大于2就是3以后 它肯定就是 惯性动量的 系数 惯性系数 乘上这个 第二代的值 就是减掉第一代的值 这样可以 好 然后接着 这个 当前的这个BETA 1 就等于 上一代BETA 1 减掉LR 乘域 它的切线斜率 再加上关心相 那 只是我们现在 第一 最开始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把关心动量射成0 那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结局好了 好 结局是 我们来看一下 TAIL 结局看起来没有优化到正确的位置 因为它 在0.1的 BETA 1它停在0.14 0.41 0.147 BETA 2它停在-0.046 好 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吧 但是如果我们给它加个关心动量 我们给它加0.9 就这么简单 再做一次 TAIL BETA 1 看到了吗 它停在0.7附近了 BETA 2呢 也停在0.7附近了 所以这就是有关心动量跟没有关心动量 就是 就是最大的差别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组合起来好了 这个函数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它的学习轨迹 它红色是警告啦 红色是 诶 它没有 诶 它警告被洗掉了 我不知道它哪里会出现警告 好 没关系 那反正它跑出来就无所谓啦 好 那我们现在来 现在来改成就是我们用这个整合函数来做 这个整合函数就是重现刚刚的过程 只是多化 好 好 那我们试着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 X1 X2 然后把它带进去 那就是惯性动量为0的结果 那我们来试着做一次 再输入一次好了 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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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行 好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函数图形 你可以看到它凹凸凸凸的嘛 那其实我们从0开始掉 它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丢 然后它丢到这里就停 对不对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的起始点是-0.5 -0.5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丢的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起始点是-0.5 那它铁定也是停在那里 好 它从这里开始滑 滑到这里就停了 这样看得出来 好 那如果我们把惯性动量改成0.9 我们再看一次结果 好 看到了吗 因为有惯性动量 所以它可以 因为这样来下来 是一个很陡的波度嘛 所以它就可以越过这个山丘 然后到这里 最后它就会到这个 全聚机子在这里 那它在左边就可以分得很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 β1的0.7 β2的0.7 好 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用惯性动量 可以解除的原因 因为它其实就会 顺着这个函数的这个波度 这样一直往下 然后最后它就可以 到达这个全聚机子 这样子 好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把数据改一下 就是刚刚是0.7 0.7嘛 所以还可以walk 那我们如果把它改成2跟3 就是重新产生一次模拟数据 重新产生一次模拟数据在这里 本来是0.7 0.7 现在改成2跟3 所以现在我们期望出来的结果是2跟3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一样用 刚刚这个是有关性动量的 这个是有关性动量的 这个我把它 这个是 这个是有关性动量的 好那我们再做一次 你会发现它失败了 它没办法做 为什么没办法做 因为很简单 你看这个函数图形又更复杂了 对不对 它的全聚机子在2跟3的地方 所以说它根本 它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到2跟3的地方 这个函数又更复杂了 所以说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函数图形 所以说这个 就是 关性动量并不是通解 就是当你函数图形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还是没办法做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至少它不会那么容易现在局部棋子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还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去解决它 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叫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就是实际上就是 我们之前在 之前的所有例子里面 我们在每次更新权重的时候 是不是都用所有样本 也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这里如果需要X1 需要X2的话 我们是不是都用了所有样本去计算 然后去计算它的平均值 然后最后才获得了平均的梯度 可是啊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以后在做深度学习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档案可能会非常非常多啊 比如觉得说你可能一次 你可能的Sample可能100万 那你如果100万全部一起丢进去做计算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浪费资源 这个可以了解嘛 而且 我们都学过统计嘛 我们只要抽一小部分的样本 应该就可以代表 大部分的样本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应该抽一小部分出来 然后进行 然后去计算它的梯度 那计算完它的梯度之后啊 再去这个 再去根据那个梯度去跑 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更快的然后沿着那个梯度下降 然后最后穿到全局集齐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从理论上来讲 用抽样的方式 那个 如果我们选择样本没有特别的偏好 那小的随机样本所提供的梯度的期望值 应该跟全样本相同 所以结果应该一样 对不对 好 可是实际上 期望值一样是一样 但是它有便利啊 所以说 它会使得当前的梯度 因为抽样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便利性 这会导致使用小批量的梯度下降法 这个英文念作 Mini Bench Stomatic Gradient Distance 然后与全样本梯度下降 它的结果会不太一样 因为有便利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但是问题在于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 你认为 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跟全样本梯度下降法 哪一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比较好 因为它 量 速量 速度快 那我讲的不是速度快 速度快的好处 我讲的是说 最后谁会比较准 小批量 你还是觉得小批量比较准 为什么 因为刚才讲的是前面 因为样本 其实太大 就停在刚 很复杂的地方 你说因为样本太大 它就很容易停在 停在这个 全局 局部就是 局部集职 是吗 可是样本变小 并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边假设 假设 我还是用全样本 但是我这边原本一千个sample 我把它改成 你觉得说 50个sample好了 你会发现它还是没有分好啊 我们的目标是2跟3 它还是没有分好啊 对不对 它还是凹凸凸的 所以看起来小 看起来样本变少 其实并不好 样本要大没有错 那问题是什么呢 所以小批量跟全批量 全样本的话 哪一个比较好 好没关系 不知道无所谓 那我们再猜一个问题 好了 假设小批量比较好 那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那批量的样本大小 越大越好 就是每一次抽上来更新的样本 越多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 越多越好 为什么 因为跟统计有关 因为统计告诉我们说 样本抽的多一点 比较有代表性 所以它的梯度会跟 全样本的比较接近 所以说 抽多一点 样本大小比较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结果是什么 实际的结果 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刚刚的函数图形 就是刚刚那个 sign函数的 logistic regression的函数图形 然后这个是bench size等于5 我随机抽 我随机抽5个样本上来 然后每一次的图 当然都长得不一样 因为它每一次抽上来 样本都不一样 那这是bench size等于10 30 100 200 1000 因为一千就是全样本 所以一千的状况下 这个图形是完全不会波动的 对吧 那这个 那200 那随着样本越小 当然波动就越厉害 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样本小便宜大 对不对 好那我再问一次 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全局机制 对 如果你现在知道了 小样本波动比较大 你觉得这个样子 比较容易找全局机制 还是 有波动的样子 比较好找全局机制 为什么你觉得有波动的样子 比较容易找全局机制 好我们换个讲法好了 跟段性其实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在于啊 你如果一直在波动的话 那局部机制就会一直不见啊 你原本以为你找到了全局最低点了 结果他一波动他又不见了 你又得动啊 所以他就不容易停在局部机制 那全局机制 他可能就会相对上比较稳定 比较不容易一个波动就跑掉了这样子 所以说 其实批量越小 越不容易停在局部机制 所以从优化角度来讲 其实批量越小越好 好那我们做个实验好了 就是你要把全批量换成小批量 这一点都不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我们要我们把这个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把刚刚的 例子 把它换成 bench size等于30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会波动 所以他就慢慢地这样滑下来 这是即使冠进动量设为0 他都可以滑得下来 如果设成2跟3 0.9之前是没办法找到嘛 但是因为会波动 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点啊 越来越往全局机制前进 所以有波动是好事 这样懂意思吗 有波动是好事 诶 那没有程式码可以让我们玩吗 看一下喔 这里有没有程式码可以让我们玩 这边不能设bench size 那我们就 我们自己来设好了好不好 就是 我们在这个 原本的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本来在算T度的时候 我们是用全部的X2 跟全部的X1 和全部的Y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每一次的时候 我们都先做一个 SUB X1 那等于 Sample 我们 我们这边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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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 等于 共有1000个样本嘛 所以我们从1到 Lens Y 这1到1000里面 我们抽30个起来 这样可以吧 然后我们的SUB X1 它就等于 X1 然后用所有函数 把SUB Sample叫出来 然后SUB X2 就等于X2 用所有函数把它叫出来 然后SUB Y 就等于Y 然后把它叫出来 那这里 所有之后 我们在算T度的时候 我们都用SUB 来算 这个应该很容易 看懂吧 我其实没有改什么 我其实没有 我从程式的角度上来讲 我其实没有改什么东西吧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好了 刚刚是 刚刚是 我们一样改成1000个Sample 然后刚刚这个2跟3的时候 我们是求不出来的 对不对 好我们再做一次 诶 你有没有看到它 似乎慢慢的做得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多几代好了 多几代 多几代 多个500代好了 这样可能会更有感觉 有点红 看到了吗 结果它跑得太远了 但是 你应该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可能起始值 这个可能有一些 可能也不能这样乱射 但是 我们再多跑几次好了 看它会不会跑到不一样的 你看 像这个就跑到了 跟我们想要的位置 是几乎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跑到了1.9跟3.0 所以其实 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只要跑得够久 那因为有这个 有这个 随机波动的这个状况发生 所以它很容易 最后就会跑到 我们想要的地方 因为 它永远不会停在 那个局部 它不够矮的 不够低的地方 它永远不会停太久 因为 你给它有随机性 它其实是会波动的 这个 这个我们当然 最后是没有去给它 这个图我没有让它波动 但如果你要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它波动 最后它就会到达它这个全局值值的地方 所以批量是越小越好 好 这件事情完全违反 我们学的统计直觉 但实际上 这个问题啊 就是批量大小跟优化效果的关系 又有Paper在探讨 而且有一个很著名的人 叫Yang Lecuin Yang Lecuin 这个人是 之后我们会上到他的贡献 就大家知道就是 反正这个人啊 他跟这个Griff Hinton Griff Hinton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人工智慧之父 他们其实就是档次差不多 也就是就是都是很有 都是在这个深度学习领域 就是非常有贡献的这个著名人 就只有这样子 他在他的这个Twitter上面 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 training with large mini bench is better for your health 就是如果你要training一个 那个人工智慧的时候 你用个比较大的这个批量大小的话 这对你的健康有害 这是为什么 他说为了不要 为了不要增加你的这个test error test error就是为了不要让你这个就是未来这个 就是在应用的时候 arrow增加的话 呃我们建议你不要超过 用超过32的批量大小 所以其实每次抽上来的批量大小 最好不要超过32 这其实这一篇paper讲的这个结果 这篇paper他就做了很多实验 去用不同的T2大小 然后去看看不同的dataset 不同的网路结构 不同的那个就是 网路结构你现在看不懂 就把它当做不同预测函数好了 不同预测函数 但是用不同的批量大小 然后去看看做很多次 做不同的学习率 他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那这个颜色越深就代表 这个就是 离这个最好的test accuracy最好 最接近 所以颜色越深就代表越好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颜色深的地方 都在32以前 有没有注意到 32以后几乎就不会有颜色很深的 尤其在很多dataset里面 这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 而且你会注意到 在4到32之间 其实你大概选哪个数值 你很容易就是 随便再挑个学习率给他 他大概就可以做到最好 就是他就可以做得不错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违反统计直觉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的就是 但是对我们的优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难想象居然有这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调整这个批量样本的话 就是我们 刚刚我们用的那个练习题 毕竟这个 我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那种函数去预测 那我们现在要改一下 就是我们商杰克 有用多层感知机嘛 对不对 那这个多层感知机 我们商杰克多层感知机的版本 是没有小批量的 现在我们要再让商杰克的 那个 商杰克的这个 multi layer perception的这个 盘数 我们要让他加上小批量 这样子他应该能够优化的更好 对不对 好那我们 我们现在的练习二期就是要调整这个 那我们先把这个数据把它产生出来 这是我们的数据 好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数据 就是莫名其妙又有x1平方又有x2平方 这种这种莫名其妙的数据 好然后接着 我们这是我们商杰克的这个 这个ilu最后出来的程式嘛 商杰克 那个用reliu产生的这个m reliu的 用reliu当那个 就是用reliu当季后函数的这个 就是的这个程式嘛 那我们现在要 练习题的关键就是 我们要帮他加个小批量进去 然后看看 他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样子 至少在 这个状况下能不能做得更好 那这个要加的方法就是非常简单 我们来我们 先 答案就在下一页啦 那其实 只有一个地方要改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加个bench size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要给他加个bench size 这样我们可以下bench size的参数 这样之后 我们要在这里 我们在计算我们t度的时候 就是在 这里我们在计算我们的样本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 一小部分的样本抽出来 然后把它抽出来的编号叫IDX 所以我们在回圈的中间 这里 我们先抽IDX出来 有了IDX之后 我们抽了一定程度的量之后 我们在用X matrix的时候 我们就只用抽到的样本 然后我们的Y 我们也只用抽到的Y 好我们这里也只用抽到的Y 然后我们在计算t度的时候 有用到Y的时候 我们也只用抽到的Y 然后有用到X的时候 我们也只用抽到的X 这样可以吧 好 就这样子而已 全部都改完了 好 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 改完了以后 这个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效果 好 那我们接着用 我们来使用这个函数 就是这次批量大小为全部的状况 就是我一起 我 我一百个 一百个sample全部 就是我现在bench size设有100 就是我每次都用全部的样本 对不对 哦 这个 惯性动量等于0.9 惯性 我刚刚就是 我刚刚没有 我刚刚这里没有把惯性动量加进去 那我再加一下就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特别难啊 就是我除了加benny size以外 我再加 我再把惯性动量加进去 那惯性动量加进去的话 就在我们在做t度下降的过程中 我们本来是 if id 我们 我们本来是 只减掉lr 乘上这个t度 我们现在变成 在这里 除了减掉lr 乘上t度之外 我们还加上惯性动量 乘上 di-1代的斜率 减掉di-2代的斜率 就是它往哪方向前进嘛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这个mlp的这个trainer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用全样本切出来的结果 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用全样本凑出来 因为我的这个 number of hidden 我用30个 30个神经元 所以你看我切出了奇形怪状的样子 所以说 所以说我奇形怪状的样子的代价是什么 training accuracy 97% 可是testing accuracy 67% 对吧 那我现在 神经元的数目不改 我只是把bench size 改成30 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嘛 对不对 欸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testing accuracy上升了 training accuracy也没有那么 也没有那么高了 切出来也不会奇形怪状 所以小批量不但 不但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出全局机子在哪里 他还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testing accuracy不要那么 就是不要让我们training accuracy 跟testing accuracy 那么的移那么远 就是不要让我们去 去meet那种莫名其妙的线啊 我们再把bench size 射小一点好了 假如说射成五 哇你看 这个又画的又更好 他是不是画的又更rough 好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ross 降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一直的波动 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学得很好 所以说 欸我们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遇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决定 神经元的数量的时候 这件事情非常的讨厌啊 我们要一直做实验 我们用validation sample去 做实验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 就是这个 神经元数目用多少 比较合适 现在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在里面 给他一点随机性 而且这件事情 同时还可以帮助 我们找全局精子 也就是用小批量 欸他自然而然 就会画出比较 符合正常 就是比较平滑的边界线 他没有办法分得很开 可是本来就有error啦 而且用在做这个 考古就是这个 真实的题目的时候 你看他的performance 是提升的 这样子哦 不然我们再换一下好了 主要说我们把band size 成五换十 你看他切的零角 就更 就更零角 你这个 这个数字可能 就是谁高 谁低可能 不见得说bench 越小就越好 只是说 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 就是切割的这个 线的这个效果 你bench size 越大 你切割出来 后来就会越零零角角 那你越零零角角的是好事吗 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你到了100以后 你用了全样本的话 那他切割成这个样子 当然就是坏事啦 对不对 他切得太好了 对可是 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啊 我要的应该是画一个比较 rough的边界 这样大家也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用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就是benic size等于100 然后这个是benic size等于20的结果 快快好一点 所以说 看起来啊 这个lecuren讲的没有错 就是 每次批量用太多样本 确实不得太健康 所以说 这件事情大概就 就是 因为 每一次这个小批量有个好处 就是他会增加随机性 这个随机性 会让神经网路很难去学习 这么精细的 切割边界 所以他就只好给rough 因为rough的比较不会错 比较不会受到那个的震荡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 好 那 学到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呃 我们刚刚要解决这个局部极值的问题 我们已经学到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这个 呃 第一个方法是这个用冠性动量 对不对 那第二个方法是小批量 可是 显然 呃 还不是非常好 为什么勒 因为 大家有没有注意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在这里用全批量的时候 这个 震动的轨迹 欸其实就是不大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他完全没有随机性 可是当批量大小为20的时候 这个震动的轨迹 让我很害怕 他真的有找到全局极值吗 我很怀疑 我很怀疑他可能没有 对不对 你批量样本用 批量用的越小 这个震动幅度就越大 所以 有没有一个 那批量要 你如果说这个 批量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演进 他的震动感越来越小 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 改变学习率 你就是怎么样勒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率 但到 到了最后 我要给他一个很小的学习率 这样 这样可以懂 我理解吧 那可是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我到第100代的时候 要调到 学习率要多少 第1000代的时候要多少 这个难道要做实验吗 当然 理想上不要 这样还要做实验太累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 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新的 就是 一样也是based on T2下降法 可是不再是用 就是 我们再改写一下它的公式好了 因为我们刚发现 就是改惯性动量 老实讲 公式没有改多少 但是效果非常好 对不对 我们来试着去改 那个 T2下降法的公式好了 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个 比较早期的解法 它叫AdaGrade 这AdaGrade 这篇paper被引用了几次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paper被引用了几次 这应该也是被引用很多次 3800次 这个paper没看过就可以去撞墙 这个AdaGrade的公式是长成这样的 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T度 对不对 我们求到我们的导函数的结果 这个东西 应该目前不会有人看不懂 也就是 反正就是把导函数求出来 带进去就可以得到T度 对不对 有了T度以后 它把 它产生一个新的变相叫N N这个东西等于 上一代的N 加上 T度的平方 因为这个T度的平方 它绝对是个正数 对不对 所以T代的N 绝对比T-1代的N大 所以这个N绝对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而且如果你的grade很小的时候 它就不太会增加了 所以这个N是有 数学上有这个特性 你再讲一次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它已经是0 然后它一定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 它现在所处的T度很小 那它就不太会增加了 所以它在数学上有这个特性 好 那所以说它的Learning Rate 就可以除以这个N 因为这个N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是除以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如果除越来越多的话 那是不是 它的实际上 它的整体学习率就越来越小 这样可以理解 好 所以说这就是AdaGrader 那如果我们要 把这个式子实现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实现在 Y的X平方上面好 这样这个大家都看得懂 好 那我们把它实现一下 那前面的过程也是 导含数的Function在这里 2X 那这个StarValue 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东西 好 这边最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第一次引入了一个东西 叫EPS 为什么叫EPS 因为它要 要除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除以这个东西 它如果是除以0的话 那这就无解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加上很小的数字 这个数字设多少 无所谓 那就是你至少也要除以这个数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式子怎么解 就是 I等于1的时候 N就等于0 因为D D一开始的时候 它又没有 它又没有这个 它这个N值是没有改变的 好 在之后I等于2开始 N就等于N加上 Grade的X乘以2的平方 这个Grade的X就是把这个X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成 求出来之后就是X的切线斜率 X的切线斜率的平方 这个数字绝对是个正数 平方数绝对是个正数嘛 就把它加上去 然后这个N 就变成跟这个就是Square的这个 就是开根号 然后N加上EPS 就LandRate就除以Square 那个Square root 然后这个N加上EPS 这就是我们的式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不要对这个式子那么的害怕 就是 这个是应该看得懂吧 可以喔 好 好那这样的过程啊 其实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 诶 它最后得到答案了 对不对 不过这个 这个我们只是做一个示范 就是叫你不要害怕数学试 就是其实改地方很少 就改这里而已 那 这个 但是这个函数本来就很好优化了 那 所以说我们之后再用到更难的 函数去好了 更难的函数其实就是我们的多层感知机嘛 对我们多层感知机很难 我们就试着用它 好 可是啊 这一个方法它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方法看起来已经不错了嘛 对不对 那它有什么问题 它的学习率已经缓步下降了嘛 那它还有什么问题 诶 诶我们刚刚不是有惯性动量吗 对 啊它怎么没有惯性动量 可是惯性动量很重要啊 诶 理解吗 可是惯性动量很重要啊 所以 其实 这个方法过不了多久 就有个新的方法 叫做 就是 就是 就是它虽然 它虽然没有惯性动量 所以说它可能 没有那么好用 但是它提出的概念很好 但是 如果你仔细观察 Grade AdaGrade的话 还是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它那个N 会随着时间 越来越大 大到最后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嘛 大到一定程度 你就几乎动不了 也许我还没到 但是已经动不了了 这样可以理解齁 那所以说 诶 这样子训练会提前结束啊 这样不好 所以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扩展好了 这个扩展 就是 我们本来 本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跟刚刚的非常像 在我们把关心动量加进来之前 我们先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跟前面差别在哪里 就是前面啊 前面的每次的N 就等于N-1 加上Grade X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 这永远 这个N永远都比N-1大 上一代大 可是我们现在 下面没有动 下面没有动 下面没有动啊 对不对 上面这里我们变成N2 NT等于Beta2 乘上 N-T 就是T-1代的N 再加上1-Beta2 乘上Grade的平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 下一代的这个 等于这个东西 经过一定程度的衰减 那这个衰减 那这个衰减的 衰减 经过一定程度的衰减 那个衰减的部分 由这个Grade的X的平方补上 这样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你的Grade的N 连续维持非常非常久 都是一个很低的数值 那因为这里也低 这里也低嘛 所以整体它就会很 它就会很低 那整体很低的话 这样子 它这个 这样子是不是 它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诶 我的T度 我的学习 我学习率是不太够了 因为T度很小的地方 我可以用比较大的学习率去走 对不对 比较 比较不会一走就走太远 这样子 那 所以说这个 这个Beta2 就是一个去平衡 上一代跟 当前这一代 要加上去值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它通常可以借 它就是借于0到1之间 因为它就是 分摊这里的 这个T-N 和gradientX的比例 那这个就是0到1之间 那我们通常是设了0.999 设了0.999之后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就被稍微做了改变了 那我们要写人程式的话 怎么写呢 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这边就多给它一个参数 那B2 B2等于0.999 那我们这里的N就变成 N 乘域 B2 再加上 1-B2 乘域 乘域的X 平方 所以其实这个 一点都不难吧 这个写人程式看起来一点都不难 对不对 好 N-1代就是上一代 这个就是上一代 加完之后就变成这个 这样可以 好 好可是 我们少了惯性动量嘛 所以我们要把惯性动量加上去 那惯性动量 我们同样可以用 刚刚我们这个权衡这个的 这个idea 然后来这个 来这个规划 所以我们的惯性动量 就等于 M-1代的 就是上一代的惯性动量 乘上B1 加上1-B1 乘上 当前的T度 当前的T度就是 当前的 当前要跑的值嘛 所以这就是惯性动量 这就是惯性动量嘛 这个就是 现在的T度 所以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 刚刚这个射程0.9 0.9倍的惯性动量加上 我刚刚没有这一项了 加上这个 当前的斜率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变成M之后 诶 那我们是不是 本来是乘以GradientX 就变成M 因为现在这个M里面 同时有当前的斜率 也有惯性量 那 你有没有想象 因为 因为你每一次加了之后 都有斜率 所以一直加一直加 这不就是我们的惯性量 这个M M就是我们的惯性量 所以M就是一个惯性量的累加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这样改写 也就是我们现在产生一个M M等于B1 我们再给他一个B1 B1一般设0.9 因为我们刚刚关注电话 都设0.9 对不对 等于B1 乘以M 加上 E-B1 乘以GradientX 这样可以吗 那前面这边在设M等于0 M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等于0 这样可以 那我们这里本来是乘以GradientX 那就改成乘M 这样可以 再做一次 好 这个式子其实 我们优化这个函数没什么意思 但是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还可以这么搞 好 可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因为M跟N是随时间累积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加当你的B2假设是0.999 那这个1-B2是不是只有0.001 0.001乘 那所以我们的N 因为一开始这个是0 我们的N一开始 是不是就是0.001乘上它的平方 那是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 那 可是那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N非常非常小 它随着时间到一定程度 它才有可能会放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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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式子 我们还要对这个N做一个标准化 标准化就是我们希望让它第一代和第一千代 它不要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怎么做呢 也就是 就是我们本来是 本来是这个 M跟N 求到了以后 我们M hat 我们再求一个M hat M hat 就等于M除以1-Beta1的t次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像Beta1是一个小1的数字 所以它的t次方 它如果等于1的时候 它如果等于1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是BetaT代 就是一次方 就是0 那就要0.9 1-0.9 所以它就除以0.1 所以除以0.1 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 所以它就直接用Gradient X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移动 那如果当这个 当到了第一千代的时候 那这个0.9的1千次方 这样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 所以1-1 很小很小的数字就是1 所以它就变成就使用M 所以当你有M hat 之后 这个东西它就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程序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是用 我其实比较看重它 但是到了最后 我会就是用全部 这样 所以我们在有M hat 的话 我们这里就可以再改一下 M hat M hat 就等于N 除以B2 E-B2 I-E次方 那我们再把M改M hat N改N hat 好 这就是我们final的这个式子嘛 对不对 这样的推导我应该不会觉得这个很 就是看得懂这个式子在想要表达什么式 那 这个东西下面这个式子就叫Aden 这个方法叫Aden 这是2014年 这篇paper提出的 那这个paper啊 这个paper引用次数一样很惊人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 当初我在截图的时候 它已经引用了快到9000次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Aden 2014 哦 已经快要17000了 看到了 2014年到现在快要17000次 所以可见这篇paper 它这个方法铁定就是后来大家都在用 对不对 好 那在R元实现的话 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已经实现了 也就是 就是B1跟B2有了以后 就B1的I次方 B2的I次方 这个跟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所以 既然你现在学到Aden 练习题是不是就来了 哦原来还不知道练习题 练习题就是 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验 实验什么勒 就是假设 我们刚刚是用 SGD 然后小批量 SGD 就 Stomatic Gradient Distance 带惯性动量 然后它的优化过程是这样 对不对 最后优化到的结果 那我们改成用Aden好不好 但是用Aden你会发现 他好像反而不沃可 Aden好像不沃可 Aden为什么不沃可 Aden很奇怪 Aden在数学试上看上去 很优美 但结果不一定好 那 为什么 为什么结果不一定好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 它其实是在自动的调整学习率 对不对 自动的调整学习率 呃 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 提前停止这件事情 老实讲很重要啊 因为他到了一定 他 他本来学习率 我们就希望他 随着时间 然后移动的范围 就越小越好 不要每次都移动那么大嘛 对不对 所以Aden其实 他其实有一个标准化的成分 他其实是标准化的那个梯度 对不对 然后给 除以个标准化 就有点像除以标准差之后 我在移动 可是这样不见得好 所以说 可是他的 在研究初期的优化速度 是非常快 因为他有标准化嘛 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调 针对每个参数 给特别的学习率这样子 所以 其实有研究 在训练初期的时候使用Aden 这样很快就优化 然后在最后使用 SGD来收尾 那比如说像2017年这边Paper 那实际上 就是 这种东西就是Based on T度下降法 然后我在改写他的就是 我要怎么使用那个T度 那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通常 他要研究这个 他其实就是研究最佳化问题 最佳化问题就是找极值的问题 那这其实是数学上的千古难题 那几百年的进展下来 其实没有什么方法 在各种条件下都比人家好 所以说 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讲 就是目前的主流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学 Deep Learning 你有两个如果你要学优化方式 你有两个一定要学会 就是SGD跟Aden 这两个东西一定要会 SGD是指带了冠性动量的SGD 所以这两个方法不错 那 未来的研究可能有机会改写这个结局 但目前就是这两个 好那我们使用Aden 来优化MLP好了 就是那这个 这个 其实就也不是很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体 好 这个 在这个 产生模拟数据这个部分 就跟之前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改写一下这个 练习3 练习3 就是MLP的那个程式 那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抄好了 好 这个个程式跟之前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在这里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可以选择OPMIT 选择用Aden 还是使用SGD 然后这个 我们 这边有 Beta1 Beta2 那Beta1 因为它跟冠性动量很像 所以当使用SGD的时候 Beta1就是它的冠性值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唯一有改的地方 只有在T度这里 就是Gradient 有了Gradient 在这里 if 在这一区 这一区是我们 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好 ifOPMIT 等于等于Aden 就是我要使用Aden的时候 那 I等于等于2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 累积的 M 累积的W1的M值 M就是那个冠性值 累积的冠性值 它等于0 然后 W1的累积的 N 它是这个0 那 W2一样 M的等于0 然后N的等于0 这样开始 然后这个 接着 累积的这个 W1 累积的这个M值 就等于Beta1乘上 当前的这个值 再加上 E-Beta1乘以 Current的Gradient 这个 跟刚刚一模一样 W1 N N的部分 N的部分 就是Beta2乘上N 再加上E-Beta2乘上 它的平方 这个可以理解吧 好 接着 然后接着 所以我们要求Hart Hart 就是 它除以1-Beta1的T次方 这样子 那 N的Hart 也是一样的求法 然后W1的做完以后 W2的再做一次 所以可以理解 所以 所以 现在这一代的W2 就等于上一代的W2 剪掉LR 乘上 这个 乘上这个 M 这个就是M 就是那个 前面四值的这里 如果你忘记四值的话 你回来看一下 好 这里 乘上这个LR 乘上这个除以这个 乘上M 乘上M 除以SQR T 就是开根号 W2的N 加上 这个很小的数字 避免要数字0 好 那 这个 W1的部分也一样 所以 A等的部分 这里 可以懂嘛 我只是把数学式翻译成程式码而已 而且这个翻译的过程 应该不是特别难懂 那SGD呢 SGD就简单啦 就是 上一代的值 就等于 如果I等于2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冠清量 那就 它就等于 它 直接减掉LR乘上 前线斜率 那 如果 大于2的时候 这一代的值 就等于它 然后再减掉这个以后 再加上β1 惯性动量嘛 乘与这个第二代 减掉第一代的值 那我知道往哪里跑 好 那如果你 你这边不打A等 也不打SGD 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就START 好 所以这个函数 跟之前一模一样 一点 完全没有改变 只差别在 使用A等跟SGD 那我们来稍微做个实验好了 就我们来做个实验 看看A等跟SGD哪里 比较好 好实验结果 第一个是 我们第一组实验就是 我们要实验什么呢 我们要实验 使用A等跟使用SGD 他们对学习率的敏感度 实验比较高 理想上我们当然认为 因为从推导上来讲 我们当然发现 A等好像 比较不看那个学习率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去调整学习率 那SGD好像就 很吃重 我最开始的那个学习率 但是我们要做个实验来验证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A等 学习率是0.1 学习率0.1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好这个是A等的结果 这是SGD的结果 SGD的结果是用0.1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边还不是在强调 就是学习率的敏感度 等下会再讲学习率的敏感度 好 这边想强调的是这个 不过学习率的敏感度 等下我们做实验试试看 这边想强调的是 如果你观察A等跟SGD的优化结果 这样看起来好像差不了多少 对吧 好可是如果我们 这是因为我们迭代了2000代 如果我们只迭代100代 我们来只迭代100代看看 是用A等 这边是用A等 这样可以 你会发现 它大概到第50代 好像就已经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改SGD 我们这边改SGD 你会发现它好像到 50代的时候显然还没有 所以 A等的优化效率比较高 这样知道吗 A等大概到50代的时候 Loss就很下降到底 那SGD到100代都还在大幅震动 所以说A等其实优化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说才会 刚刚前面才在讲说 为什么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 就是A等他比较就是 他为什么一开始要用A等 因为他快 他最后再用SGD来收尾 因为他准 这样 好 再我们我看一下 后面讲提升网路是不是 好 可是在这之前我们来做个实验 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说 其实A等对学习率比较不敏感 因为他自己会调整学习率 所以我们自己来 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 这个是 再做一次 好 这个是我们 我们把那一串抄下来 好我们一样用 我们用500代好了 我们用500代 不要跑太久 好 那我们这一个是 0.1的SGD 0.1的SGD本来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改成 0. 0. 改成0.5好了 0.5感觉都会爆 0.5也可以 那 2好了 诶 还是可以 SGD我们来看一个 主要是说5好了 这个SGD显然就没优化好了 这样可以 那我们把它改A等 也没有优化好 这个对A等来讲太大了 好啦 我们这边其实因为A等 它的与Default的学习率 是0.001 那 对SGD来讲 Default的学习率是0.001 好可是那如果我们把A等 即使用0.1也就是乘以100倍 这是A等的原始学习率乘以100倍之后 它一样还可以优化 对不对 可是你SGD 如果优化 如果乘以100倍 如果乘以100倍 0.05乘以100倍 就是 它还是可以 它比较有点不太行 就是A等 如果你去实验的话 你会发现 它对学习率的那个Range 可以接受的比较宽 那 那个SGD对于学习率的Range 可以接受的其实稍微小一点 不过他们两个都还算稳定的方法 所以其实那个Range 也还不算太小 这样子 好 不过A等他学习效率真的比较高啊 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那我们来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再做一个 更进阶的事情 也就是在之前 我们的 MLP就是构成感知机 都是只有一个隐藏层 就是 就是两层的网络 就是两层逻辑 可是实际的问题一定更复杂嘛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做过够深的网络球解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现在要用 我们现在一次就要让我们 把我们的MLP函数 把它改成可以training很多层的 那这个 这个程式嘛 因为比较难写啊 所以就複数捷上去 这个已经写好了 那主要过程差别就在于 因为 它的W就变成 它的W就变成不能够 它的W就因为我要随机指定它几层 就是随使用者指定 所以它就必须用List的格式 去储存它的权重 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稍微试用一下 注意在这个程式码部分 在这个优化部分 我们一样也可以选择Admin 也可以使用SGG 那这个方法跟你想一模一样 那我们的这个球解过程 一样也是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CORRENT 这个L跟H 求完之后 最后再把Gradient 求出来 然后利用Gradient 去算 所以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 就是 虽然这个程式码不是你写的 但是这个 写的过程 其实跟之前 我们学到的L 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们来做个实验 我们来试个五个隐藏成深的网路优化行程 好我们刚刚复制贴上了吗 好已经复制贴上了 那我们就贴模拟数据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是Admin的结果 那Admin的那个默认参数是0.001R 好给它五成深哦 大家看这里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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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五成深的网路哦 你有没有看到 诶 五成深的网路果然 看起来就会歪七牛八 因为它真的很深 它很复杂 这样子 很复杂 很深的网路就代表 它的函数图形 长得一定特别恶心 特别习惯 这样大家可以懂意思 好 好如果我们使用SGD的话 你会发现SGDP 你没有办法训练很深的网路 这也是完全一样 我只是把 我不要用复制贴上好了 你们觉得改太多 不好意思 这个0.001要改0.05 它爆了 它没办法练 对不对 当然刚刚这个0.01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SGD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 对一个很深的网路来讲 Admin比较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对每一个地方 要怎么走 它对每一层的参数 因为我们再回头想一下 为什么Admin比较好 因为 当初我们在学第二课的时候 我们最后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叫T度消失问题 就是T度 会随着 那个 权重越来越靠 这个最开前面的地方 它会越来越小 可是 Admin不是可以对 那个越小的T度 它因为它除一个N回来 对不对 那N也像是T度的平方 所以它会对T度 多的标准化 所以 如果你使用Admin的话 对于比较浅诚的权重 它的更新的速度 就也不会太慢 可是SGD它没有办法 根据每一层 去做特别的调整 所以Admin就好在这个地方 所以SGD你会发现优化失败 我刚刚说要做实验 其实在这里做 就是 我们来做一系列实验 来看看SGD的最适合 最适的学习率在哪里 这个是0.01 SGD 就是0.01的结果 0.01你发现它还是没有练好 0.01 勉强 0.001 似乎又没有非常好 所以SGD对学习率相当敏感 刚刚其实看起来不敏感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那个层数还不够深 层数够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因为那个函数又更复杂 SGD就越 就更弱了这样子 那Admin呢 如果我们使用0.01 这个有优化好嘛 对不对很明显 0.01 这个也有优化好嘛 对不对 0.001 其实感觉那么小都可以优化好 这样可以 所以说 这个看起来没有优化好 不过这个可能是代数不够 代数给它多个 多个 多个 多个5000代好了 因为这个看起来 Lost还没降到底 看起来 看起来又有优化好了 虽然它画出奇形怪状的图 奇形怪状的图 这个我们之后再解决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元太多了 那我们之前是改小Bench解决 但之后我们再会在 第四节课我们会再学更好的方法 去 避免让它画出那些奇形怪状的限量 所以Adam对于学习率比较不敏感 这就是 这就是Adam的好处 第一个 优化得快 第二个对学习率比较不敏感 第三个 对于一个很深的网路来讲 你比较不用担心它T度消失 这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妈的原来我是要你解释刚刚的现象 那其实 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练习式 我要跟你讲的答案 这是什么呢 我另一个是想要问你的就是 为什么Adam对于在生存网路训练的时候 优势在哪 那原因 原因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 因为T度是会消失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知道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学到解决T度消失的方法 所以T度因为 每一层的T度会越来越小 因为每一层的T度会越来越小 所以如果你用Adam的话 Adam会对T度做标准化 然后再做这个 在做这个移动 所以说Adam就比较好 因为他每一层 等于说他可以对每一层 给个特定的学习率 对不对 他是自适应的学习率方法 那SGD就没有这种优势了 所以说 这个是网路如果到时程的话 你会发现Adam跟SGD差别会更大 这样这个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好那 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把这个T度给他 这个就是 我们把T度给呈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直接看看这个T度 我们看看这个T度 长成什么样子 这样 这个T度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T度把它叫出来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这里面有 有没有答案 其实我们是要透过拆解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 这是我们新的函数 这个新的函数 这个新的函数跟刚刚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里 就是我们 我们求求了之后 我们本 我们的那个 我们要想要把每一层的T度给留下来 就是 就是 我们从哪里开始改 喔 这有gradient sequence list 就是 gradient sequence list 就是 我要把这个 好 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 它的DI代就等于 把这个 现 当前的T度 把它 把它 做了一个绝对值之后 再把它平均 这样我就知道 它每一层的T度大概 在 在第几代的时候 每一层的T度是多少 然后接着 在这里 把它 把它求到之后 最后 再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个 新的函数 新的函数跟旧函数 差别在这里 新的函数跟旧函数 差别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使用 新的函数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使用SGG 的话 就是我们不画Loss 我们改成画T度 这一万代要跑这么久 好 你会发现使用SGD的话 你会发现 它怎么 它都是这个 你会发现它的 这个T度都非常非常小 所以 它完全没有办法用画 为什么 因为T度消失了 这样可以懂 因为T度消失了 那如果你使用ADEN呢 同样的东西你使用ADEN 那你看它的T度 它个层的T度就是在一个 比较平均的状况 就比较不会有人 特别小特别大 你看所以使用ADEN 就会优化的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ADEN 就是ADEN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这样就是它可以针对每一层 有不同的这个 有不同的这个学习率这样子 好 那我们基本上 就上课上到这里 那所以说 因为在 我们在我们 这一节课最后 我们才学到 过深的网路 对不对 之前我们也是从想象的 我们知道很深的网路 或者这个问题 但我们第一次用实验 证明给它吧 那 其实在很深的网路中 这个T度 动不动就会消失啊 那这个是T度消失的问题 这个我们上一节课就提到了 那 T度消失了 自然它就不更新啊 对不对 那ADEN 但是ADEN 现在我们用ADEN 来解决这个T度消失问题 但是其实ADEN 他能够解决的 也非常有限 他现在能够解决10层升的网路优化 那100层升他又解决不了 因为消失到很小 小的话ADEN还可以解决 但是小到0 ADEN再怎么样 他也解决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最后还是得提出一个方法来解决 但ADEN 他能够小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我们在今天上课 因为有用到非常非常深的网路 所以你应该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越深的网路准确度并非越高 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度拟合问题 因为这跟我们第二节课 随意增加几百个神经元的问题 其实类似 就是你弄得很深 那就相当于是很多神经元 对不对 所以我们遇到了过度拟合问题 这个问题叫过度拟合问题 所以我们 其实上到第三节课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叫T度消失问题 第二个叫过度拟合问题 你说 T度消失问题就是讲说 这个T度会 就是在求解的过程中 你如果一个网路够深 前面几层的T度会没有 会很小或者几乎没有 那过度拟合问题是 你给他一个很多神经元 或很深的网路 他可以把training set 学得非常准 但是他用到位置 他如果写考古题的时候 写得很准 他去考一般的试的时候 就考不好 这东西叫过度拟合问题 这其实是因为代解的权重参数 远远超过样本数可造成 大家可以 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 就是大家可以把一个样本 想象成是空间中的一个点 那代解参数 代解参数想象成是你是几维的空间 那要建立预测方程式 其实就是在 比如说在平面上找出一条预测线 在空间中找出一条预测面 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平面上 两个点可以决定一个面 一个线 那如果给你一个点 你可以决定几条线 五线多条线 所以你就不知道哪条线比较好 可是每条线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过度拟合问题 所以过度拟合问题解决的样本 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 我们之后还要再教一些 就是我们下一节课 就会教一些奇异怪怪的方法 去解决过度拟合问题 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更核心的关键 就是我们要增加样本数 样本数不可以太小 就是当我们要使用 这种深度神经网路的时候 样本数是不能少的 好 所以梯度消失问题 跟过度拟合问题 这其实是深度学习理论研究中的两大难题 那过度拟合问题 其实 其实你如果去稍微想的话 你会发现还比较容易解决 为什么 因为就算我没有 我当然下一节课 会再教一些其他的技术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些其他技术值 你如果有超级巨量的资料 那你也不用担心样本数不够 对不对 或者是那我网路就经过设计 我就不要设计的太大 或什么的 那一样也不会有问题 但提督消失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但是非现金转向函数是必要 一定要用的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是商杰克讲的 商杰克我们可不可以不用 非现金转向函数 就全部都用现金回归 不行嘛 因为 如果你使用 你不使用非现金转向函数 直接使用现金回归去连接的话 那你相当于是举证的一个连程 对不对 那举证连程十次 那也等于一个矩阵的成法 对不对 所以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用非现金转向矩阵 非现金转向函数 那 你也不能用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 的导函数通都是0 所以说 这个就 这个我们一定要用非现金转向函数 但是非现金转向函数 又是我们造成T度消失问题的元凶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要到第7课 才要帮他解决T度消失问题 那 另外 除了 T度消失问题 跟过渡你的问题以外 深度学习还有一个问题 那问题就是权重出死化问题 权重出死化问题 权重出死化问题就是 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函数常是凹凸函数 凹凸函数就是有高有低 常常有局部机制 那我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今天就算我们 优化的工具不好 但是我直接把你丢到南头 你在台湾 我把你丢到南头 你本来就很容易找到玉山了 我把你丢到澎湖 你再怎么努力 我看你都很难走到玉山 对不对 因为你中间会过一片 台湾海峡 那片台湾海峡 完全不会给你指引 对不对 所以说起始点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乱丢 但是也不能丢的太乱 对不对 所以说权重初始化问题 也是相关研究一大重点 所以之后的课程 我们在T度消失问题 会在第七节课的时候解决 过度拟合问题 下一节课会解决 然后权重初始化问题 应该是第八课会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之后的学习 会不断的围绕在这三个问题上面 然后去试图做一定程度的解决 然后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从理论上面 把深度学习的理论就是弄得很透彻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一波人工智慧革命 它其实就是上述你问题的突破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一波人工智慧革命 它并不是莫名其妙出现的 绝对不是硬体效能变好 硬体效能绝对不会在一年之内 一两年之内突然变好 硬体效能已经一直都很好了 这样子 好这样 其实今天的课大概就是上到这里 这样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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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